近期最热闹的莫过于浪姐寺了 自从开播以来 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阵热议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每一位姐姐都用自己的才艺和魅力征服了观众 其中一些姐姐们更是通过唱出经典歌曲 勾起了人们的回忆沙 让观众们陶醉其中 这些表演不仅让姐姐们的名气 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也让观众们对于这个节目充满了期待 如今 该节目已经成为国内综艺的领军者 与其他热播综艺并驾齐驱 黄小明的加盟 更是为这个节目增添了更多看点 但是 这个舞台上的竞争异常激烈 每一位姐姐都在拼尽全力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在节目录制完成之后 九位姐姐选择了离开 这也让人们意识到 这份梦想的艰辛和残酷 尽管如此 这个节目的初衷 依然是为了让姐姐们 重拾女性魅力 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这也是这个节目 能够一路走来的原因 每一位姐姐都在这个舞台上 得到了成长和提升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她们都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 她们的努力和拼搏 这个节目中 五位姐姐的淘汰 令人非常惋惜 王嘉宇 陈冰 许静运 唐伯虎和凯丽 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 她们的表现无可挑剔 但是 在人气方面 她们显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特别是唐伯虎 她对中国古风的热爱 和精湛的戏腔技巧 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她的存在 唐伯虎演唱的伯虎说 和西湘寻她 两首古风歌曲 在短视频APP上已经风靡 但是她的才华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赞誉 这让我们认为非常的可惜 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 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表现 应该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认可 我们希望唐伯虎能够得到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让她的才华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得到展示 我们也鼓励更多人 了解和欣赏唐伯虎的音乐 让她的声音能够传遍世界 这次选秀的淘汰者们 都是拥有一定实力和名气的艺人 他们或许在自己的领域中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在选秀节目中 他们的表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许晶韵作为选秀出身的艺人 本应该对舞台的驾驭非常熟练 但她最终的成绩 却是垫底的存在 甚至还遭受到了 自家经纪公司的不支持 这样的结果 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备受关注的吴倩 则选择了普通音乐剧 但她的观众缘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她的演员出身 让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分数容易吃亏 很难得到更高的评价 汪小敏 李彩化和赵丽娜 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在选秀节目中 他们的表现却未能得到足够的认可 赵丽娜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跨界表演艺人 曾经作为中国女足的主力门将 因其出色的颜值和娴熟的球技而备受关注 虽然已经从足坛退役 但她并未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娱乐圈 可惜的是 她并没有像徐梦桃那样 能够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地 而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遭受了淘汰 令人不禁为她的未来担忧 相较之下 李彩化的名气就比较大 以其在回家的诱惑中的出色表现 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怀念 尤其是她那极具诱惑力的身材 总能引发一波欢呼 但实际上 她的实力并不如秋辞炫 后者无论是乐曲 颜值或者作品 都比李彩化要好得多 但这一期最令人感到惋惜的 则是汪小敏 她不仅有着可爱的颜值 更是一位舞台实力出众的艺人 她渴望在综艺节目中展现自己的实力 但最终却止步于二宫 使得很多人都感到非常遗憾 不过 她的才华和努力仍在 相信她一定能够在未来 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些实力派的离开 令人感到惋惜 同时也提醒着艺人们 即使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名气 也不能掉以轻心 在选秀节目中需要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获得更好的机会 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 因此 不论是选秀还是平时的演出 艺人们都需要不断地学习 练习和完善自己的表演技巧和艺术修养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数据显示 浪解4破4级最高记录 首期节目为两方面内容 33位姐姐集结合出舞台表演 而出圈话题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哪位姐姐凭借出舞台表演征服了网友呢 截至发稿前的最新人气排名 日本歌手美伊里亚断层第一 领先第二名谢娜500多万投票 而第三名着实很意外 浪解4官宣后 谢娜人气排名稳居第一位 这个很容易理解 谢娜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为1.27亿 是真正的内娱N0.1 何炯以1.19亿粉丝量排在第二位 两位主持人才是内娱顶流 所以 谢娜有人气基础 另一方面 参加浪解4 谢娜算是回到了娘家 可以肯定地说 节目一定会力捧谢娜 综艺节目善于制造嘉宾话题 提高流量 但浪解4绝对不会这样对谢娜 换个角度想 如果利用谢娜制造话题 会给人一种杀熟的感觉 反倒影响口碑 所以 谢娜的人气有靠山 但出舞台后 谢娜的口碑崩了 节目组的口碑差点也崩了 原因很简单 一曲《波罗波罗蜜》出舞台排名第4 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出舞台陈家画排名第一 Ember排名第二 卢靖山排在第三位 从出舞台表演来看 这三个人排在谢娜前面没有问题 可孙月 美伊里牙 宫丽娜 这些人排在她后面 就有些想不通 当然 欣赏角度不同 给予表演嘉宾的评价就会不同 但无论是唱歌 还是跳舞 谢娜一定不是最出众的那一位 节目组给了谢娜第4名 让网友产生了逆反心理 而且节目开播前 谢娜助理在高铁站打掉拍摄者手机的行为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她的口碑 综合来看 出舞台后 谢娜人气排名涨幅缓慢 也在情理之中 但她仍稳居第二位 再来看断层第一的美伊里牙 从节目开播前的名字而已 到出舞台后人气飞涨 浪姐4首个惊喜属于美伊里牙 有人甚至将她和浪姐三出圈的王心灵相提并论 认为美伊里牙将成为本季节目的最大热门 出舞台美伊里牙演唱歌曲《极乐净土》 来到节目 美伊里牙说很多人认识她都是因为这首歌 也因为《极乐净土》 成就了她目前人气第一的现状 在一位外籍歌手身上 超过一千万的投票 已经不能简单用人气高来形容 这是真正的超出想象 有人提到了二次元 说这个群体是最古老的粉圈 在投票方面 他们很有经验 也压抑了很久 美伊里牙的出现 唤醒了这些人的DNA 美伊里牙断层第一 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出舞台歌曲选得好 真正巅峰时期的热歌 《极乐净土》这首歌 曾经创造了视频网站的播放记录 当时席卷全亚洲 肖战 谭松运等国内明星都曾在公开场合 跳过魔性的蝴蝶舞 有网友考古 2017年美伊里牙在上海 B&Bell带来的极乐净土舞台 真正的震撼 美伊里牙被围在场地中央 接受来自四周的欢呼 出舞台就是网友的出印象 如何以外籍身份被网友快速熟知 选择已经被市场认可的歌曲非常明智 美伊里牙演唱其他任何歌曲 都不会有如今的效果 二个人能力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知道极乐净土的人 可能会对美伊里牙了解 但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这位外籍小姐姐 出舞台能够得到肯定 大家看中的还是实力 曾可妮看完美伊里牙的表演直呼想不到 她想不到说起话软萌萌的美伊里牙 唱起歌能量十足 美伊里牙给自己的评价也是 个子小 声音大 仅仅是一分钟的舞台 她就已经秒杀了那余大多数歌手 这才是吸引网友的地方 美伊里牙用实力圈了粉丝 三大众审美方面 从浪姐三的王心灵到这一季的美伊里牙 网友发现甜美系的歌手更容易被认可 当然 这种甜美不是硬凹出来的人设 而是他们身上的自然流露 所以 宅男文化不可忽视 四谢那因素 上面提到出舞台谢那凭借歌曲波罗波罗蜜排名第四位 压过美伊里牙 在网友眼中 两位歌手的水准 两个歌曲舞台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结果让人很失望 为了单纯表达自己对节目的不满 网友开始给美伊里牙投票 大家只是不想看到谢那排在人妻第一位 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喜欢谢那的人很多 但质疑她的人也不少 美伊里牙人妻排名第一 谢那排在第二位 陈冰排在第三位 真的很出乎意料 陈冰的高光时刻 应该是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 异曲盛夏光年 引得四位导师转身 当时的陈冰和张碧晨 是同一个级别 不过 仅仅几年时间 两个人的发展 已经是天差地别 陈冰几乎成了娱乐圈的路人甲 没有存在感 参加浪解四 是陈冰最好的翻红机会 但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有很多因素 网传陈冰第一次公演时 就被淘汰 不过 可笑的一幕发生了 娱乐圈几乎没热度的陈冰 目前在浪解四中的人气排名是第三位 对于这种现象 网友认为有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 投票位置 陈冰在美伊里牙的上面 可能有人想给美伊里牙投票 但点了陈冰的投票 虽然这个原因有些搞笑 但一定存在 二 网友认为陈冰有刷票嫌疑 数据显示 在美伊里牙票池没有大幅度涨的时候 陈冰